谢霆锋、王妃、张柏芝这三个人好像是永恒的热门话题 紧紧的被捆绑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自从谢霆锋与张柏芝离婚后,张柏芝显得十分低调 也没出过电视电影,也没有再婚的迹象 绝对做好母亲本分,一转眼已经离婚五年了 小儿子也已经七岁了 为了敷衍好两个儿子,张柏芝几乎退出娱乐圈 当上了全职妈妈 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真的不容易 背后的艰辛,常人难以想象 在张柏芝与谢霆锋离婚之后 谢霆锋便重回王妃的怀抱 听到此消息的张柏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哭了出来 路卡斯看到妈妈在哭泣 很认真地对妈妈说了二十个字 那个男人对你已经不重要了 我会成为你的依靠 如果路卡斯很爱谢霆锋 相信他不会用那个男人 而是用爸爸这样的字眼来代替 不过相比较,小儿子昆塔斯却一直恋着谢霆锋 张柏芝送两个儿子去学校读书 在学校门口 小儿子就问妈妈 为什么爸爸不来呢 这么多同学都有爸爸送 张柏芝告诉小儿子 爸爸有事情,很忙 他妈妈事情一定会来送你的 说完这话,张柏芝的眼睛都红了 我生日时,谢霆锋没有到场 他又问,爸爸今天怎么不来呢 张柏芝对他说 爸爸今天有事情去了很远的地方 明年生日爸爸会陪你一起过 小儿子又问 为什么爸爸在的时候妈妈不在 妈妈在的时候爸爸不在 这就是孩子 他不知道爸爸妈妈发生了什么 虽然同是谢霆锋的孩子 但两人对谢霆锋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